453集 意外相逢 原因争气 秦夕看着那道顿光说道 死人实力不差 不过 好像有重伤再生 危险了 墨田哥注视着那道顿光远去 后面那道魔旗紧紧跟随 果然那顿光在空中晃了一晃 停顿了片刻 便被那魔旗追上 魔旗扬起将那道顿光覆盖 他们仿佛听到里面传来惨叫声 随后魔旗慢慢地将顿光全部吞噬 这一幕发生在半空中 仙宫中许多修士都看见了 忍不住一阵心急 化神期 他们不可逾越的鸿沟 若是换成他们被追上 也许挥手救灭 根本无法抵抗 等到那顿光完全消失 魔旗在空中停留了片刻 又往下一个方向追去 这一次 划过空中的是一道药木的剑光 飞速地往他们的方向顿来 清晰脸色微变 顾不得藏生 拉起墨田哥 寄出飞云 随意选了个方向顿开 谁知那见光的主人似乎看到了他们 一折声向他们的方向追来 发现这一点 秦夕眉头紧簇 这人故意的 若是遇到链尸 就另外找个倒霉鬼 这是半天以来 仙宫中的修士们 心照不宣的做法 有的人成功了 而有的人成了牺牲品 身后这人紧追不舍 这人身后 链尸仍然紧紧跟随 飞了一会儿 清晰缠着脸色说道 此人羞为一般 顿速却快 只怕我们也是甩不掉 墨田哥转头看了看 愿身道 这人分明是赖上我们了 竟算追不上 他被链尸灭伤之后 那链尸就会找上我们 真是 死人不利己 哼 清晰眼中闪过绿色 低声道 若是如此 我不介意在练尸之前 显灭烧此人 虽说这做法 并不能解决问题 但是 如此明显地被算计 是个人都有火气 墨田哥闭嘴 沉默 如果不是带着他 清晰的顿速 应该可以更快一些 可是 此人灵气不近 再一次转回头 墨田哥发现这点 喜悼 嗯 断桃的过程中 秦熙也时刻注意着后面 随着时间流逝 此人的断速 缓了缓 显然 灵气不足了 这要加快速度 断离 胡听后面一声清明 那人脚下的飞剑 爆出了万丈剑光 突然加快了速度 喂 秦熙脚下一顿 停了一停 呼得斩头 向那儿迎面而去 师兄 墨田哥大惊 不明白 他这是怎么了 既然此人灵气不济 就算施斩思数 也是强弩之末 只要加速飞顿 就可以甩开他 为什么 反而引上去呢 秦熙没有答话 很快与那 剑框的主人 打了个照面 他手一扬 甩出一道灵符 灵符 欲分而然 却是忽然 释放出强大的灵气 在空中 慢慢凝成一个人形 停留在那人身后 做完这件事 秦熙一转飞云 再一次飞速顿铃 而闹的顿光 停顿了一下 一紧随其后 练师很快追了上来 感觉到灵符化成的灵气 似乎有些迟疑 迟疑了好一会儿 终于还是挥手 抓了过去 炼师 停了一停 给三人争取了一些时间 很快顿离 等到炼师 将灵符化成的灵气 吞之殆尽 正好发现附近 另一瓶羞蚀 转头追了过去 三人松了口气 又顿出一段距离 这才找了个 安全的地方落下 是你 落在一个荒凉的花园中 墨天歌看到此人 吃了一惊 此人轻旁腹健 脸庞轻瘦 面无表情 正是几十年前 他在新落成 遇到的轻袍剑客 剑星 当时他们同时 落入梅城主的圈套 曾经合作过 不过后来 他被梅城主追杀 并不知道剑星的下落 对于剑星 墨天歌的感觉很复杂 此人心思敏捷 心思细腻 在险境中 能迅速地做出判断 实是一等一的人才 但他又自私自利 为达目的 丝毫不顾他人性命 并非可以相交着人 但是 就是这么个人 在他要被梅城主灭杀时 出手组了一组 让他得以逃出升天 他都有些说不清 自己是厌恶他 还是感激他 但他更吃惊的是 当初相遇时 剑星分明是杰丹中期 如今却是原音初期 五十多年的时间 从杰丹中期 到原音初期 这速度不可为不快 何况此人 还是剑秀 他还没来得及再说什么 这剑星却是对他笑了一笑 这笑容有些无奈 有些感慨 又带着无法言说的 熟悉感 让墨天歌有些发愣 热热 秦夕听到他的话 猝着眉头 不解地看了他一眼 又转回去 对此人说道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 剑星的语迹更无奈了 望着他们的眼神 十分复杂 你是怎么认出我的 秦夕语气淡淡地说道 怎么说也认识你两百多年 你那秘书 别人不认得 我却认得 剑星低着头 似乎有些郁闷 没答话 秦夕又冷恨一声说道 损人不利己 就算死 也要找个垫背的 你这个性 真是到死也不会改 听得此话 剑星闷闷大道 早知道是你嘛 我怎么也不会追了 哼 秦夕又哼了一声 不说话了 他们这般 打雅名义般的对话 听得墨天歌一头雾水 他看着秦夕 又看着剑星 心中忽然冒出一个荒唐的念头 但越看那剑星 这个念头 越真切 你是锦行指 他脱口而出 剑星抬头看着他 郁闷无比地叹了口气 伸手到脸上一抹 露出来的 果然是锦行指那张 泛着桃花的脸 射子才认出来 你可真够迟钝的 他笑笑 原来他就是剑星指 墨天歌心中 惊涛骇浪 脸色却平静 当初遇到剑星的时候 他只是觉得 这人性情有些熟悉 但并没有声响 毕竟像他这样 自私自利的人 修仙界不在少数 何况这里是云中 他哪里会想到 除了念无伤 自己还会遇到一位故人呢 不过现在想想 也没什么好惊讶的 锦行指的处境 他早就知道 与弗林剑尊那派反目 他在古剑派 估计是过不下去了 跑到云中来也不奇怪 云中虽然离天际很远 可他发现了一条海底通道 灭无伤安全渡过南海 锦行指 当然也可以找到一条路 看到秦夕以获得目光 莫天歌简单地解释 当年我被眉峰设计时 他也在其中 秦夕点点头表示知道了 他这些年的经历 他都问过了 此时只听了这一句 便明白了怎么回事 莫天歌又问 你不是早就结单后期了吗 为什么当初是结单中期 而现在又结阴了 锦行指摊了摊手答道 我因为受伤 稍微倒退不行吗 至于结阴 我可是跟秦首进一代的修士 逃到原因中期了 我为什么不能结阴 他答完 莫天歌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而秦夕又不说话 一时间三人陷入了 诡异的沉默 对锦行指 莫天歌早就没有心结了 当年之事 本就被人散起 他们之间并没发生什么 如今他与秦夕两人 又甚是美满 更没有必要计较往事 再说锦行指这人 虽然个性不怎么样 对秦夕却是颇有情意 想到这里 他忍不住 描了描秦夕 又描了描紧行指 说起来 他们两人的关系 也很古怪 秦夕这人 个性冷淡 不喜交集 所以别人 总觉得他 高傲冷漠 拘人于千里之外 其实他待人还算和气 与他人来往 也是客气有礼 而从另一个方面说 他几乎与所有人 都保持距离 言谈举止 都要保留三分 但他对锦行指 总是不讲词色 连客套都没有 却又往往很直接 似乎并不介意 在他面前 表露真实的情绪 从这方面来说 莫天歌几乎要以为 秦夕把锦行指 当作朋友 而且是那种 可以交替的朋友 但是 他们连朋友间 最基本的来往都没有 从天魔山出来后 秦夕更不曾提过 锦行指一句 再看锦行指 如果以莫天歌 自己的立场来看 这人实在不是 一个可教之人 对别人 几乎没一句真话 遇到女子 就大显殷勤 骨子里 却半点没到回事 自私自利 为达目的 不顾别人的死活 甚至不立即 也要损人 自己逃过了 还要拉别人一起死 但是 尽管他为人 不可靠到极点 却又会坚持 自己的原则 大叔在松风杀人的 胁迫之下 仍然不愿意 做出那的事情 事后更是觉得 对不起秦夕 想到这儿 莫天歌觉得 他们之间 简直是恩怨纠缠 爱恨交织啊 我说 一片沉默中 听到他出声 便两人的目光 立刻转到他身上 你们两人 到底是什么关系 听到这个问题 秦夕只是看着他 没有回答 紧行纸却摇了摇眉 面带诧异地笑道 你觉得呢 墨天歌没理他 看着秦夕 秦夕仍然没有回答 只是对他 轻轻摇了摇头 不知道是说没关系 还是现在不想说 而后他转向紧行纸 又问了那句话 为什么你会在这里 这些年 你在天际失踪 就是到云中来了 这次紧行纸没有回答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 而是叹了口气 认真答道 还能为什么 你不是知道吗 我在古剑派的日子 可不好过 当年天抹山之后 我就跟他们翻脸了 索性就不回去了 墨天歌问道 金道友 当年你也只是结单修为 是如何到云中来的 总不会是横渡男孩吧 哼哼 锦心纸似笑非笑 瞥了他一眼 你都可以安全到云中 我为什么不可以 顿了一下 镇色大道 昔日我历险之时 碰巧知道一处 古禅宋镇 当在离开天际后 就花了些力气 将此船宋镇修复 谁知道 这古船宋镇的目的地 居然是圆州 到了圆州之后 又辗转到了云中 我见此地修仙水平甚高 干脆就留下来了 你们呢 为什么到云中来 总不会也是混不下去了吧 他说的如此详细 没有隐瞒之一 墨天哥便也答道 我是通过一个古修洞府 知道了一条海底通道 来云中历念的 至于师兄 他是横渡南海而来 哦 锦心纸挑眉 目光在他们俩人之间来回 怎么 你们走的不是一条道 因为通道塌了 墨天哥慢慢地答道 反正塌都塌了 说出来也没什么大不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